哈喽大家 继续来分享鸟家的平地管秀啦 一共四件 君家都在百元以下 这款呢是杏色加黑色缝线款 它前面有一个小logo 背后呢还有一个大logo logo的印刷质感也是很好的 这款呢我选的是L码 正好穿出我想要的那种宽大休闲的感觉 这件呢平时有抱跳舞般的宝子们就选它 尤其是你拍大一码跳起来就会有那种很飘逸 很陶醉的感觉啊 这件面料真的很轻薄很舒服 它虽然薄 但它不会透 这件真的很棒 而且它外面的几处缝线也很整齐很工整 它不会有廉价感 这件真的很棒 这件呢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logo的黑色短袖款 这件呢我也选择的是Elma 它不会像上一件那么宽大的感觉啊 它的版型会比上一件小一点 但这件呢穿起来的舒适度和上一件是一样的 它真的非常的轻浮 夏天穿起来很凉快 这件呢在肩膀处可以看到它的缝线呢是很密实的 做工真的非常不错 这件鸟家的短袖呢我选择的是白色的 在背后呢有不同颜色的logo的叠加 前面呢是红色的字母小logo 这件呢我选择的也是Elma的啊 稍微有点大但又不是很大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的短袖 这件白色短袖的面料呢也是很轻薄的 但这件白色短袖不会那么的透啊 就是近距离自己看会有那么一点点 所以它真的也不算太透吧 这件夏天呢搭任何穿搭都不会出错的 所以它非常适合来一点 最后这件呢是一件长袖款 这款的领口呢会比短袖款的小一点 面料呢也会比短袖款稍微厚实一点啊 但并不多 左袖上面呢还有一个口袋 它还有一个缝线和衣服颜色的撞色效果 这个缝线也是很工整的 袖口这里的特别设计也做得很好 夏天有穿长袖习惯的宝子们 可以尝试一下它哦 或者你有爬山的计划也可以来选择它 以上就是本次鸟家衣服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